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另外這在藝術圈是一件 我覺得我個人覺得 是非常有趣的 而且是非常痛快的事情 就是我們的藝術資源是有限的 但是在這些年來 我們常看到什麼 泛國大展 這個達利大展 然後等等大展 然後這些展覽 其實嚴格說起來 它就是西方的藝術史上的 主流藝術史的一些展覽 對不對 但是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這個主辦的單位 它是用這個國家的資源 然後也就是國家的資源就是我們的資源 納稅者的資源 然後用很大的宣傳的手法 然後用這個作為那種光輝的 光榮的 藝術的典範這種方式 去迎接這些展覽到台灣來 那這個對於本土藝術家來說 他們就覺得不懂為什麼要這樣子 他們認為為什麼不先看看自己的 這個國家的藝術家 這些錢 這麼大的 舉辦一次展覽的錢 能夠補助多少可憐的 這些藝術創作工作者 所以他們就有這樣的一個 抗議的聲浪 那也就是說他們覺得 回想一下林遲考 那些麻木的看著那個人在被一片片割肉的個體 他說難道我們要像那些個體一樣嗎 沉默 木染 然後旁觀他人的苦難 殊不知這個他人就是我們自己 也是我們自己 然後還是我們要像那些獵奇的消費者 我們是像獵奇的消費者一樣 還是我們是要被殖民意識的繁殖者 然後我們到底是怎麼樣看待 我們自己在看這些厚殖民美術館的時候 我們的位置在哪裡 然後這個學校老師就要發很多的這個學習單 去看米勒沒有 有有有有 父母有時間去看 帶你去看米勒展的這個 那家庭位階就要高 反之 我爸爸說不曉得什麼叫米勒 OK 諸如此類等等 那意識的意義在哪裡 或者說在今天台灣的這個中小學 問小朋友說 說出三個你最認識的藝術家 那大概 如果你沒有主動要求 他大概都會以西方藝術家 畢卡索 米勒 或達利 或等人家看當時流行的是哪一些藝術家 如果說強迫他說台灣的本土藝術家 他其實有點小小的困難 或是台灣的這個場域的藝術家 其實是有相當成一個困難 我想同學自己也可以想想看 那麼我如果說是的話 那我們可能就是被殖民 我們就是後殖民的美術教育下的這種產物 好 接下來這位洪聚明先生 洪聚明呢 他是嘉義縣六角這個村人 所以他自己稱為這個六角侯氏吧 那他是一個 我不曉得他是不是這樣子 但我猜測他並不是一個口舌太遍及的個體 OK 然後他這個也是有國際的知名度 那他的作品呢 是以版畫作為版畫的圖文壁製 作為主要的創作的媒材 OK 這他六角侯氏 我們來看他的作品 不用說太多 你看就好 來 廣結善緣 無家卻處處世家 無妻卻人人可侵 確實如此啦 這個 保持抗議的身在你 不論如何 你要爭 你還是要活著 想辦法讓自己活著 就這個方法 這個方式不錯 這個 心靈的分享是困難的 肉身的共享是危險的 你當學習自處 自得其樂 其實上次我們看過一個 戴著帽子的 然後抽著煙斗的人 然後他的鼻子呢 是沉浸在他的煙斗裡面 藝術家所想的 有時候有這個一曲同工之妙 求愛不得是一輩子等等 但愛過痛苦卻填過世上所有的歡樂 好 積極的實踐 脫離女人你這樣等等 我有深度等等 她是一個非常非常 徹頭徹尾 一點點形形的異性驗者 OK 然後呢 她有一系列的作品 將少年時情就以 引然產生的女性主義優距 發展而成她的系列作品 施樂園 上帝造人時 原本兩性就互相缺乏 互相需要 單性不完整不完好 但是 有一段時光 很好很好 本來就不是一體的嗎 誰知道 有一天女性突然自覺了 不再跟男生等等 然後要求成為獨立的個體 Oh my god 對她來說這真是夢夜的開始 她可能有被一些女性主義者嚇到還是怎樣 Maybe 然後女性要專取自己的等等等等 OK 這她的作品 一系列的作品 然後女性不再有愛 不再等等 然後男生的人不愛 為什麼女人不再需要愛心了 到底世界是怎麼了 OK 接下來這一系列我也很喜歡 我們不是沒事會看到上帝恨你 什麼這種東西嗎 然後還做一系列的上帝憎恨的系列 上帝憎恨 等等 美女當前力不從心 哎呀 生不如死啊 然後上帝憎恨 外遇 小三 或上帝憎恨小三 等等等等 等等 OK 就不再被信任 上帝憎很忙碌 對不對 上帝憎恨的事情有很多 對不對 然後上帝憎怨偶 上帝還憎肥胖 太淒慘了 上帝還憎貧窮 真慘 對不對 OK 不斷向總結放任 等等等等 人是人 心裡的貧窮 貪窮 貧窮 然後上帝憎恨自己 這件作品呢我特喜歡 OK 然後還有一個 詩樂園跟剛剛的一曲同工之妙 對 可以看過就好 然後這件作品我非常喜歡 自責地獄 我自己無法掌控全局 不称職 不順心 我是錯的我有遺憾 我覺得這真是我自己啊 我覺得 這真的貼貼貼貼 切切的說出我自己 對我自己常常有的這個質疑 常常有的懷疑 常常有的痛苦 你們呢 你們太年輕了可能不會有 OK 這就是我啦 好接下來這位 這個吳天章 又是不太一樣 這個 他的作品呢 他的這個 的確是有每十年一次 視覺上很大的不一樣 然後從關心政治議題 然後關心這個在地的文化 然後再關心 用這個電腦的科技 然後數位科技嘛 都有這些影響 然後挑戰因果輪迴 因為他說年紀大了嘛 開始要想 英宅要不要先買啦 這類的事情 然後第四個 就是關於真以假 然後還有這個 男性的 花美男的 然後就英柔美 然後在這個歷史上 延展然後在當代的一些狀況 這是他的四個時期的作品 那首先有這個 蔣經國的這個 五個 五個時期 OK 然後你覺得 五個時期都不一樣喔 有沒有覺得 到最後 所以他說 啊 果然是相由心生 然後除了這個政治人物之外 還有別人啊 還有這個 蔣經國 蔣介石 蔣經國 毛澤東 鄧小平 天啊他們對我們這個 我們的近代史 影響真的太大了 所以他在他的形象裡面 又加上一些 受苦難的等等 所以他每一個人身上 都有這些人在裡面 偉大的這個巨人 政治巨人的裡面 有多少的屍骨在裡面奠定 在裡面這個打底啊 政治人物們 然後呢 接下來 蘇聳彥是他認為台灣曾經有一度 這個假假的 假山假水假竹子 然後到個廟 然後你去發現 啊這邊的竹子好漂亮 你看假竹子 然後就覺得這種感覺 就好像這個 到處都是泡在防腐的 這個防腐劑裡面這樣的感覺 所以他有一系列這樣的作品 譬如說像這些 找了這些人 然後請這些人來拍照 然後這個打扮了 有一些是繪畫的方式 然後打扮很俗理很俗諺 你就覺得說不出去的 說不出來的虛偽復古 然後可是又說不出來的 這種詭異 他的作品 有這一系列 或者是復古系列 對於這個 以前的大師的致敬 像這張作品 像我們看過嘛 所以他這張作品呢 就是像這個李石橋致敬 還有一些像侯孝賢致敬 等等這些作品 那這些作品呢 就被他搞得呢 這個俗俗俗俗俗俗的 然後加上假 加上閃亮亮的燈泡 就很這個檳榔攤化 早期的檳榔攤化 然後就覺得 感覺起來這種替代性的 這種材質 然後組構起台灣 假假的 台灣假假的虛 虛構的這樣的感覺 然後接下來這個摺像 他就是以數位的這個 的手法 會去做一些包裝 然後找一些 看起來 讓我們覺得 有點 大家都笑得很開心 可能就覺得有點不含耳力的 這樣一種態度 然後讓你體會到 似乎體會到這種 陰間陽世 然後這樣的一些感受 然後說不出的古怪 然後說不出的讓你覺得 有點詭異 這樣的這種感受 明明看起來 這個顏色迅爛 可能就說不出的 感覺到這個 英氣十足 良意十足的這樣的一個樣貌 好 2013年作品 會找一些這個 可能外貌型貌跟我沒有很像的 然後不是正常發育的個體 然後把他們打盤成這樣 然後請他們笑得 像這種 殉葬的那些 紙紮的人偶 那樣臉上的那樣表情 然後他說 他說他的結論就是 他說他不買房子 因為他覺得 他要投資陰宅 因為他說陰宅他要住很久 然後陽宅 不過住過幾十年就算了 所以他說 投資陰宅比較好 這他最近這個系列 然後他找了 這個叫做 卵 聯 美好的樣子 美好的美少年 被當作女性玩弄的 男同會少年 然後呢他找了真人 然後穿上了這個 皮的外面的外貌 還有這個皮衣 然後讓這些 一鏡到底 讓他在這邊做出各種姿勢 各種那一類的姿勢 或這一類的姿勢 然後所拍攝的這個系列 這是他這個 2011年之後的作品 然後接下來 年齡稍長一點這個 楊茂玲 那他的作品呢 他說藝術作品 就是他的發言權 而且是他顛覆的手段 藝術作品證明我存在 這是當代藝術家 應該是很強烈的一個 這個意識 他所做的作品 倒是沒有那麼的聳動 他是台灣造神 造的什麼呢 用台灣的這些時尚漫畫 或者是以台灣的這種 風俗故事裡面 民間故事裡面這些形象 來成為西方的神奇的樣貌 那他在2009年曾經在意大利 開了這個展覽 那這個展覽裡面呢 我們這樣遠遠看 好像是這個花窗 這個宗教的花窗的繪畫 那仔細一看 好像似乎又把東方的這些神奇的樣貌 把它放了進去 或者白雪公主 把它變成 變成這種神奇的這種 這個 教堂裡面的花窗 這樣的一個主題 或者呢 以實際上的 我們的這個 漫畫故事的人物 或者是我們的這個 這個民族宗教裡面的這些人物 來變成西方神奇 打扮成西方神奇的樣貌 然後更放在這個 西方的這個教堂裡面 共誌 或像這個 仔細一看 他原來是這個 這應該是知道吧 這個 有這個 長鼻子的那個 那個 小木耳人吧 對不對 然後其他的這個 這個 螳螂 然後做的這個巨大的這個雕塑 然後接下來呢 這位這個藝術家 他自己曾經說過 他說他本來是要做壞小孩 那後來呢 就從事藝術創作 他就變成藝術家 那因為他這個 眼睛 有一隻眼睛是極度的弱勢 有一隻耳朵呢 又是這個極度的重聽 所以他覺得他這樣的一個 對外界 環境的不能 清楚的理解 他覺得對他的藝術創作 是有一些影響 那因為他的這個 年代 大概對於這個 美少女的漫畫 日本的漫畫 因為曾經這個台灣的 本土的漫畫 曾經在七八零年代 還受到蠻大的打壓 所以日式的漫畫 就在那段時期 在台灣 扎下了很大的影響力的 這種基礎 那他認為那些 這些美少女的漫畫 隱然就是當代的新偶像 所以變成他的 一個很重要的題材 的這個來源 這他也是西方的宗教的 中世紀的這些神奇樣貌 那他把這個美少女戰士系列 就跟這些人物呢 植在一起 因為對他來說 這些就是 這個漫畫世代的聖像 他的這個重要價值 不雅於西方的那些神奇 或者是無敵鐵金剛 對他來說 無敵鐵金剛 能夠發揮的這種 舊式的力量 可能在心靈上 不雅於那些神奇們 那他也有自己創作的 一個叫做小紅的小巷 那如果同學有興趣的話呢 有一家這個咖啡店 那咖啡店呢 本來是在十大陸93巷 但是後來呢 這個房租姐姐長 後來他搬到太淳街 六十巷8號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那這個咖啡店呢 就是他開的 然後在這裡面就可以看到 他那個小紅造型的人物 然後呢 臉上的模式很模糊的 然後他的這個 雖然看得出來 他認為是有點中性 但是他事實上看起來 是個小女孩的這個樣貌 然後可以看到他的這個圖像 在這個裡頭 如果同學假設有興趣 可以去看一看 這就是那位小紅 好 接下來進入下個時代 然後全球化啦 在地化這個互相 這個拉扯的議題 還有這個科技急著的這個轉變 然後讓這個實體跟虛擬之間 溢發的不能切割 那這個就是各位所生存的 現在此刻的年代對不對 又有文創的神話 經濟的惡化 然後到底藝術要怎麼發展 是要再繼續發展走以前那種 手繪的等等的技巧呢 還是要他怎麼樣去進展呢 似乎是這一代的這個藝術家 有點困擾的這個狀況 那但是呢 在這個時代呢 也因為藝術創作的手法 可以變得很迅速 便捷快速 立即 以這個數位科技 作為一個創作媒材的話 也導致這個藝術創作 它的這種精英的位階 高位階的這種狀況 被溢發的往下 被溢發的往下拉 拉到希望認為是真的是 每個個體能夠接觸的部分 那就要看看各位 在這個時代你們會怎麼樣去實踐 然後也看看期末展覽 你能不能感受一下 是不是當代的這個藝術創作 還真的可以非常的個人化 就好像大藝術家可以寫文學作品 那我們自己還是可以用我們的文字 寫上我們自己的這個思語一樣 那來介紹一些這個藝術家 他要不要放在這裡面呢 也不是很確定 但是他應該是可以 對不對 因為要看你怎麼樣看藝術啊 如果藝術創作它的 魏影界不像以前那些 那些獨一創作的 一件單件藝術作品的話 那當然吉米會是其中一個個體 對不對 而且吉米營造了很大的 大家成人的或小孩的 這個愉悅的這個 虛擬的時空幻境嘛 對不對 所以吉米已經是一種景觀 幾乎已經不是一個創作而已 創作個體而已 那我想各位 你們應該是看著吉米的作品 這個成長的個體 這應該不至於會太陌生 那他有文創產業 然後也有這個 會在宜蘭有他的這個博物 那是叫他的一個什麼園區 大家各位可能會知道 可是與此同時呢 我們看到有另外一些藝術家 也是把生活裡面 再尋常不過的議題 拿來作為藝術創作的手法 這個叫做施工忠浩 這位藝術家 譬如說冰朗西施 在他的手下呢 打造之後呢 俗俗俐俐的變成 美術館裡面可以展覽的東西 然後可以出國 然後變成國際的 這個台灣藝術風格的代表 這種作品 OK 那除此之外呢 譬如說 這個我們這個 這個不是 那個叫 就是很多 有時候這個一二十年啊 會有的這樣大拜拜啊 這個 這樣的一個 或是神燈啊 也變成他的 藝術創作的 這樣的一個素材 然後白件的蒼糧 感覺起來這種對照 差異就相當之大 OK 那另外呢 接下來 在這個時代 還有這個已經趨向成熟 而且變成藝術創作一個 不容小覷的媒材 的數位科技 在這個時候呢 也展現他的這個 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這個 可能性 那 大概在台灣 談到這個數位藝術 或是錄影藝術 就是數位錄影的這個 這個藝術的一個先鋒 或是這位叫袁廣民的這位藝術家 那他長這樣 然後呢 他的作品 覺得他也很有趣的 我覺得他作品會有一點 頗有一點這個 頗有一點這個 可以把大家都有的一些經驗 然後用很簡單易懂的手法 然後表現出來 然後他的作品呢 就要請各位看一下 盤忠瑜 看起來沒什麼嘛 這是早期啦 這個當這個 錄像藝術 錄影藝術 但是還沒到數位時代 數位時代 還沒那麼成熟的時候 我們稱他為錄影藝術啦 錄像藝術 盤忠瑜就是一條魚 在盤子裡面游 可是當游游的時候 你發現你的手 這個進去一撈 其實 這個魚是虛擬的 虛幻的 它是假的 它是上面投影下來的 然後 可是 因為投影的這個 非常逼真笑似 所以你會覺得 搞不清楚 到底自己跟這個魚 之間的空間關係 是如何 好 這是他的這個 著名的一件作品 另外還有另外一件作品 它有這個 相當多這一類 一類以這個 數位投影的方式 然後跟實際的 實際的觀看個體 互動的這樣的一種 雖然不是實體的互動 這張床呢 這張床會呼吸 這個枕頭它會呼吸 讓你覺得 這張床就是你了 就是我們了 我們就睡得很熟 對不對 但是呢 你很難眠 為什麼 因為這張床會做怪 這張床做了什麼怪呢 當旁邊有人 碰觸到這個欄杆的時候 這張床會發生不同的狀況 譬如說 你睡得很熟的時候 突然讓你驚醒 睡不著的時候 你就好像有人在 拿刀割你的意識 讓你清醒的不得了 又或者 就有人在那邊 似乎這個 拱得讓你睡不著 或者這個床 就焚燒起來了 那這些都不是真正的 這些也是用投影的 這個影帶 事先拍攝好的影帶 然後 感應裝置放在這邊 然後會讓你覺得 這個床行做了各種回應 做了各種演出 但其實並不存在 所以他告訴你說 就是因為這些理由啊 這種狀態導致於當代人 真的是有這種難眠的這種道理 難眠的這個原因 那接下來呢 我們看到這個人間詩格 或是什麼城市詩格 他這是用大量的 這個詩格 就是你失去做人的資格 你活著 但你不知道活的滋味如何 因為你行尸走肉 尤其在當代科技世界裡面 就是行尸走肉 雖然他用這個 在他那個年代 他算是用相當不錯的 這個手法的數位科技 去從事藝術創作 所以他認為科技跟人的關係 他其實有很大的質疑 那他這些作品呢 卻非常的依賴數位科技 像這個大白天的西門町 或是夜晚 然後去裡面一個人都不見 人呢都被他拿掉了 他拍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這些同一個角度拍攝 非常非常多的這個照片 然後呢再慢慢的小心的 把每一個地方的人拿掉拿掉 最後足夠而成 大白天的西門町的城市詩格 然後晚上的夜晚這種 汛爛的光都在的 人就不在 就是當你人是 在大都市的小個體的時候 你在與不在 其實人家一定不那麼care 或者你在與不在 由於這個都市的繼續往前 或是時代的繼續往前滾 其實沒差 所以他用這樣的手法 表現當代人 在科技時代的 一點點小小的這個虛空 和無奈的這種部分 然後接下來呢 是他 他這個算是成名也算是早 好 那這個 我們看到他在二十世紀末 九八九六的作品 就已經展出得不錯 然後到他後來呢 他算是在當代藝術家裡面 算是這個生活過得還不錯的 然後 所以他現在已經有點心境 有滄桑之感 那他這是以這個 不同的幾家攝影機 然後這個 做了一個這個市區的風景 市區中的風景是什麼 這個風景就是他的人生 所以你應該可以把它詮釋成 市區中的原廣民的人生 那這裡面可能有他的家裡面 在幹什麼 父親在幹嘛 妻子在幹嘛 他現在有個穩定的生活 然後想過的生活 但是呢 他說 他就說不出來 他好像表面上 這個生活狀態感到很滿意 可是有一種隱藏的焦慮 那感覺起來就是 他就在這邊 此時此刻在這邊 吃喝穿飽 溫暖如何 但他就覺得 有一種市區的東西 有一種東西就在市區 可能你真的不曾擁有過 可是你就清楚的知道 那個東西就在離開 就在離開 那種 這個 已經似乎生活到了一個 完滿的狀態 可是那種完滿卻 又帶著一種填不滿的空虛 那樣的一種心情 所以我覺得這張作品 還不差看 那個林宏這位藝術家呢 他本身是台灣的大事家 這個物風的林家家族的一位後輩 然後呢 他很成功的 把台灣的大紅花布的紅花 然後把它增生到國外 然後變成很強烈的一個視覺印象 那因為這些紅花呢 那他對待藝術看法 你看他說藝術就是這回事 那這個傳統的花布呢 它有很強烈的延展性 因為它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 對不對 因為各位了解 它可以一直 如果說這個布沒有切斷的話 它可以一直下去一直下去 然後無限的成長 無限的往外擴張 它也可以很小也可以很大度 對不對 那它也可以疏鬆 它也可以有背景 它也可以很密合 所以這是一塊非常好延展的 而且非常有東方色彩的 這樣的一個視覺的印象 那還蠻聰明的 以這個視覺印象呢 然後作為一個東方藝術家 然後在西方 述說他的家鄉的一個文化認同的標誌 所以他以這樣的手法呢 在國外的確得到了相當大的國際的註戶 而且這個鴻回台灣 然後台灣的一些時尚展覽 也跟他有一些合作 那這個是他的紅花布的這個系列 然後你就會這個 這個我們原來在鄉下的這種 常見到的這個枕頭 然後做我們的這個枕頭套啦 背套啦等等啦 然後被這藝術家 用一種這個符號印記的方式 然後變成他代表他家鄉認同的這種 這種一個這個符碼的這種 呈現的手法 然後變成他很具代表性的風格 好就是這位這個林彬宏 這位藝術家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下位藝術家 這位藝術家 黃興建先生 他是並沒有這個藝術背景 但是他媽媽有去 他媽媽是這個美術老師 那他自己本身是有這個機械系的背景 然後他現在呢 專業以這個數位藝術創作 作為他的主要的這個職涯的選項 那這個作品叫蓮花之城 因為他來說這就是台北 台北他覺得就像一個這個 長得非常美麗的蓮花 然後這些蓮花下面有一些須根 然後每一個須根長出一塊空間 然後這塊空間裡面有生活的人 有各自不同的這個聲音故事背景 那這件作品呢 看他的全貌 雖然他的概念是這樣子 大家我們有自己的位置 自己的城市等等 那他是一個這樣子裝置的 一個這個藝術的一個數位雕塑 這裡面呢有這個壓克力片 美麗的壓克力片 然後上面有一些 一層一層的這個透明片 然後上面做一些這個很精細的 建築物啦圖案的這個放置 然後當你在看這件作品的時候呢 你會聽到藝術家的獨白 然後也有這個演奏的聲音 然後再述說了他對於這個台北 為什麼他覺得蓮花之城是台北 這樣的一個image 就是這種想法 這是他這個也是有相當知名度的這個數位藝術 數位雕塑的這個作品 那這位這個藝術家呢 他有這個從事相當多的數位相關的這個藝術創作 譬如說這個 跟這個觀眾能夠有互動的這個數位錄影 那我們來看看這件作品 在上海雙年展的時候這一件作品 上海我可以跟你跳舞嗎 國際大都市上海 然後 然後這個觀想者可以跟這個影像互動 然後這個他在前頭 然後隨著他的這個動作 可以看到後面的這個影像裡面的上海的建築物 然後跟著前面一起優雅的互動 那這類現在當時看起來也還不錯看 然後但是現在呢 這樣的這個互動的手法也是非常常見 那也就是數位科技達到了以前藝術家可能想做到 可是只能用這種比較象徵的精神的這種手法去創作 但是現在的這個數位藝術卻可以讓他發生實體的這種感受 關不掉 關不掉 來接下來看這個玻璃天花板 雖然跟數位藝術不一定有這麼大的關係 可是我覺得他的想法不錯 這個玻璃天花板是我們在談一些文化族情裡面的這個弱勢個體 總覺得我自己要往上升的時候 上面似乎有一個看不見的玻璃天花板擋著我 那在這個女性主義的論述裡面 玻璃天花板也就這樣的 就在一個職場裡面 好像看起來這個眾生平等 可是我就發現 我要到一級主管或要到校長那個層級就是很難 所以一個看不見的玻璃天花板擋著你 那他以這個概念做一個實體的玻璃天花板 然後讓這些人在下面 然後我們是在上面俯瞰這些人 用這樣的一個概念做作品 那他有一些作品是用這個腦波偵測器所做的 當你在這個蓮花池旁邊的時候 你要這個集中精神說開花吧開花吧 那他宣稱當這個觀眾帶著這個腦波偵測器的觀眾 當他真的寧神然後去希望能夠開花的時候 如果這個關注的腦波夠強 這個開的花朵就越多 這是挺有趣的一種這個互動裝置 那也的確這個在其實一些科學博物館 也看到這些互動的裝置 就是這位藝術家 那接下來這件作品呢 倒是我個人覺得還不錯的這個作品 他有將這個時代的議題結合 那這個是一位叫饒家恩的這個年輕的藝術家 這件作品呢就在前年吧 應該是前年左右 有得到這個台新藝術獎的這個入圍的特展 那這些作品呢其實說來創作的手法 再簡單不過了 他就是有這個三個螢幕 然後前面有這個入放影的裝置 然後放著三個看起來大概就知道他們的族群 或是這個男性或是這個女性的這個外勞工作者 那他請這些族群的每個個體呢 那他們都在台灣工作的個體 然後請他們去述說他在台灣做過印象最深刻的夢 然後夢前夢醒之後的這樣的感受 然後每一個人就在這邊說他的夢 然後重複的播放 那其中呢有個段落是這樣子的 這位外勞小姐 他說他有一天他就做夢 因為他是在台灣照顧阿嬤 然後有一天呢 他一天睡八個小時 有一天他就做夢了 然後呢他就夢到這個阿嬤突然 這個身體衰弱的阿嬤突然起來追他追著跑 他就覺得很害怕 然後他就被追著跑 然後這個跑到累了他就坐在沙發上 OK 然後呢阿嬤也累了也坐在沙發上 然後呢他就夢到這個 他就想阿嬤很可怕追著他 他就跑到 坐到一邊去 然後阿嬤也跟著坐過去 然後後來阿嬤突然抓住他來咬他的脖子 然後他就開始很害怕啊 他就很痛啊 就一直尖叫啊尖叫啊 但是阿嬤還是把他的脖子咬到流血 這是驚死人了 他就一直尖叫一直尖叫 直到醒過來 然後醒過來之後 然後他看到時間 是晚上十二點整 可能以前十二點的時候 阿嬤就會要上廁所就起來叫他 所以他十二點的時候就 阿嬤要叫他起來上廁所 我實在還很想睡 可是因為阿嬤叫我 就夢到變成阿嬤要吃我 阿嬤要追我 然後那個時候醒來了 但是可怕的是 他說做夢兩周之後 阿嬤就過世了 OK 這是他印象最深刻的 那覺得這個潛意識的 這個對於夢的解析 如果的確存在的話 說不定是因為晚上十二點 他實在是再也不想 這個起來帶阿嬤上廁所 他真的想咬死阿嬤 誰知道 OK 大概我們把台灣的當代藝術 到此為止 介紹的告的段落 你可知道 所以說不定是 那種人 那種人 大陸 看 阿嬤 今天